A1 Pro的平衡調整 好 現在我們要介紹的是A1 Pro的平衡調整 首先呢 我們都使用的時候都是方向鍵 方向鍵 這邊 面向自己 然後馬達軸會在你的右手邊 然後我們第一個步驟就是先把相機跟底板結合好了以後 我們就把它放上去 那由於第一次架機我也不知道 底板該鎖在哪個位置 所以說我就先裝上去調調看 OK 卡起來的時候要過這個孔 這裡有一個安全扭 你沒過的話相機就是會直接滑出去 如果沒過就是會直接噴出去 那一定要過這個安全孔 OK 這樣才有過去 那過去後我們就先找一個點把它鎖起來 那這種大型穩定器總共有三個地方要配重 四個地方不好意思 一個是這個 底板的高低 第二個是這個 底板的前後 第三個是橫桿的左右 第四個是最底下的這個馬達軸 這個馬達軸就是要配前後 這個軸是影響在低角度使用的穩定度 OK 那我個人習慣第一個是配底板的高低 底板的高低要怎麼去配呢 首先把你的相機打成這樣子橫的 你現在微微的放開以後 你看它機身是往前倒的 所以說代表說你的底板太低了 那如果把它往上推 推到太高的地方 你放開它是會往後倒的 OK 那我們就在這裡找到一個中間的平衡點 讓它不會往前 也不會往後 現在是往後 我就要再往前一些些 OK 你看現在是保持平衡不會動的 這樣子就先暫時把你的機身鎖起來 鎖好了以後把它擺成正面 正面你現在一放開 你看它是往前倒的 代表說你這個底板太前面了 所以我現在把它鬆開 往後推 那如果你推太後面的話 它就是你一放開它就會往後倒 所以一樣找到一個中間點 就是讓它不會往前也不會往後 OK差不多了 然後先把它鎖起來 這裡鎖好了以後呢 如果說這兩個軸 你有搭配到做到完美的話 你的機身就會呈現說擺哪裡停哪裡的狀態 上面OK 下面也OK了 這樣子這兩個軸就這樣子配起來就是完美的了 再來呢第三個我們要去配橫桿的左右 那這個軸就比較簡單 就是把它擺到平衡就好了 OK平行就可以了 平行 然後就可以鎖起來了 基本上配好這個三個軸了以後 大家就會直接去做開機的動作 但是大家很常會忽略最底下這個馬達軸 這個馬達軸如果沒配好的時候 你在45度角的時候就會馬達會甩動 跟抖動的現象就會發生 那這個馬達軸要怎麼配呢 我們把機身打成斜的 打成斜的好了以後 我們這裡往上排 然後你會看到說我現在是機身跟相機 同時差不多時間一起起來的 那這就是我們要的最後的配重方式 那如果說我沒有配好的時候會呈現什麼樣呢 鬆開我往前推 所以桿子太前面的話 你會看到說你的機身先跑起來 桿子還在底下不會動 那如果桿子太後面的話 你會看到說你的桿子先起來了 然後機身不會動 一樣就是找到一個中間的平衡點 讓桿子跟機身同時間 差不多時間一起起來 這樣就OK了 這個點就是我們要的 就把它鎖起來 這樣子好了以後 我們就去檢查說我們的螺絲有沒有鎖近 都鎖好了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去按電源鍵做開機了 OK長按到馬達出力 這樣子啟動以後 基本上我們的物理配重 就算是完美的成功了 然後剩下的假如說馬達會有抖動的現象 就是要去看 裡面的電機力度的調整 這些細節的地方了 OK謝謝 我們在一起 我們在一起 是我們要趕緊的 你等一下